大家好,今天就是10萬訂閱的特別版Q&A 我又不打算跟大家說很多很嚴肅的醫學問題 我就輕鬆地跟大家聊聊天 第一個問題,很多人問為什麼我真人 跟Youtube片上的樣子相差這麼遠 原因是因為我大近視 我平時是要戴一個很厚的眼鏡去做事 但我戴眼鏡拍片時的樣子就很奇怪 所以我拍片時就沒有戴眼鏡 但因為我大近視,很多時候拍片時都是看不清的 我大概都是面對著鏡頭方向的說話 所以樣子是有點差別的 然後戴了眼鏡,又穿了保護衣 很多人都未必認得我 有人問我什麼時候開始養貓 我小時候都喜歡小動物 不過因為你居住的環境 你住在屋邨,環境很狹窄 你住在屋邨,你要200人住五個人 房柱也不讓你養寵物 當時也不讓你養寵物 我開始養都是我早上做事 現在說到20年前 我就去外護動物會領養 當時,灣仔外護動物會 沒有現在裝修得那麼漂亮 當時都是一堆龍 所有貓都鎖著 有需要的義工會放貓出來給你看看 當時我們看中一隻長毛貓 即是本地長毛貓 我們拿出來抱牠的時候很乖 其實都不是很漂亮 真相都打了結 在街上流浪 我們領養回來後才發現 這隻貓原來真是很乖 很親人 怎樣抱、怎樣抱著睡覺都可以 還有很有反應 你一眼神看到牠的時候 牠就會有反應 之後就一路陸陸續續領養很多 各種各樣不同的貓都領養過 不過沒有一隻好像當初第一隻那麼聰明 所以就一直養到現在 有網友就問說 為甚麼你畫的公仔很漂亮 可以出本、賠本、畫賊 大家真是過獎了 我們成長的年代的小孩子 人很喜歡看公仔書 當年環境沒有現在那麼好 沒有甚麼娛樂的 看公仔書就有很大的興趣 當時我們都是看龍虎門 中華英雄那些長大的 那小孩子走過一堆 通常就是在鑽研中 這個招式怎麼厲害 或者情節怎麼精彩 那會有些聰明一點的朋友 就會模仿他的招式 但我一向都沒有看肉細胞 但是就可以去各貨公司賣的柏子寶 自己畫黃小虎 畫你喜歡的那些卡洞人物 甚至我也試過畫自己的連環圖 根本都沒有人看 想不到今時今日 可以用來跟大家解釋一些複雜的醫學問題 都叫做有些用處 都叫做意外收穫 下一個問題 有人問 如何培養子女進入醫學院 我要老實跟大家說 我離開了醫學院已經有很長的日子 我很難很詳細地跟大家說 究竟應該怎樣做才是最好的 不過有一些原則性的事情 我想是不會變的 我也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我覺得我們這一行 其實是相對非常傳統和保守的 那如果你是 或者你的小孩子 是很離驚半導的那些 尤其是你如果報醫學院 你去interview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外形形象 那些人 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 你interview你的醫生 都是看一看你是否他那類人 如果他覺得你是像他那類人 是成熟穩重的 可靠的 我覺得他修理的機會會大一些 我這樣說不是沒有理由的 就算入了醫學院這樣算 我記得當年 因為當年醫學院 現在好像有些改變 後幾年其實是 就這樣在中大上課 但到後幾年 到醫院 就會有一些 就是科學院的考試 即床邊要做一次 給人看 或者有些歪話 即是有些歪話 即是有些歪話 就要跟那些科學 那些醫生去考慮 那我這同學 就有些時候 在初期 即是早幾年 在中大的時候 留了邊緣 那些 那到出醫院的時候 就剪了邊緣 那到考試的時候 那大家就打了梯 那女生穿了裙子去考試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個取向是怎樣 那這個可能是大家一個tips 那不知道有沒有用 那當然你成績要很好 那現在好像要求 好像更高過我們以前 那如果 假使如果你叫我現在去考一次醫學院 我想我都未必考到 那很多人問 為什麼你開始拍這些片 那其實都是因緣際會 因為當初就是有些醫學問題 比如說濕疹這樣計 那要做那個濕呼 那濕呼 你第一知道 如果看過那些片 你就知道 那些程序比較複雜 那就是有時候很難 就在診所很清楚解釋給別人知道 那也都很花時間 所以我就想到 不如拍一條片放上網 等大家去看 那變成如果不知道 不清楚的話 可以在網上滾幾多次都可以 那所以我就拍了第一條片 就說濕疹濕呼的方法 那跟著呢 都拍了一些相關的題目 那或者其他的醫學問題 去解釋一些大家經常會問的問題 那後來大家都知道 就開始有些社會就比較動盪一些了 那很多時候有些醫學的議題 大家都很關心 那我就拍了一些相關的關鍵 比較有新聞性的醫學問題 那都發覺大家都想知道 跟著疫情發生了 那我們做前線醫生的人呢 就比較擅長 就是用一些簡單 比較 layman的方法 就解釋一些複雜的醫學問題 給病人去知道 那我就想到 不如就 將醫學的問題 尤其是疫情的問題 就解釋給大家聽 用很專業 很客觀的考證方法 跟著就用一些簡單 大家會輕鬆明白 又不會很悶的方法 就將疫情的真實情況 解釋給大家聽 這樣的話 大家明白了 裡面的原理 應該去跟著去做 去遵守 應該會比較容易一些 對疫情整體應該有些幫助 所以我又拍了這一系列的 這些關於新冠狀病毒的肺炎的片 成夢大家的創愛 都算相當之受歡迎 那就到今天了 好 今天呢 就拉拉襲襲地跟大家 講了很多 就是小小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關於這個頻道的事情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 那就都歡迎繼續 就傳email給我 留言這樣 那我會盡量安排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都要再一次多謝大家 對我或者對這個頻道的支持 那我都希望呢 大家提多一些意見給我 我會不斷改善 拍多一些大家想要看的 想要知道的影片給大家 那再次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